大家好,我是竹林 一直以來我就很喜歡看穿越重生的題材 重生的大多是為了要復仇 穿越的大多帶著強大的才能而來 但這一部寧安如夢不一樣 上輩子江雪凌被妾室婉娘養歪了 回歸主家又得不到母親的疼愛 養成了囂張跋扈想要什麼就搶什麼的性格 搶到後來就成了皇后 為了要坐穩後衛,不得不結黨隱私 但最後卻因為謀反而被迫之槍 沒想到上天憐憫讓她重活一世 回想上輩子發現那倒死都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重活一世,想彌補那些他愧對過的人 想挽救自己做下的大錯 想避免一輩子都不該遇見的可怕敵人 佐麗在今年初偶然打開這部小說 一看驚為天人,看一遍酷三遍 實在是江雪凌帶著上一世的懊悔歸來 那份情感增厚了整個劇情的層次 所以我就非常期待寧安如夢的開播 說實話我很意外的劇組 努力保留了江雪凌重生的設定 畢竟錄劇真的很辛苦,要符合各種規定 光是這一點就讓我心服口服的看下去了 雖然劇情幾乎是照著原著牌 但大概是因為是錄劇 我反而有一種慶幸的感覺 但看的同時也忍不住可惜 好像這部在打光書畫上偏弱 光硬的就像是直白的在說 我們就是在攝影棚裡面拍的啦 有些女角的妝看著真的很不貼 都想要幫她敷幾張面膜上去 也蠻多人在佈滿導演的硬度運鏡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創作的自由 都還在我可以接受的程度裡啦 那今天想一邊討論劇情 一邊幫大家補補原著的設定啦 喜歡這部劇的話 真的很推薦大家去看看原著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改編解析吧 芳瑩大概是這次改編中讓了最可惜的改編 但也能理解劇組不能給芳瑩跟原著一樣設定的原因啦 因為也不是真的非常必要 但是呢 就是那個情感層次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啦 在原著中 上一世的芳瑩也是一個人見人妻的悲慘庶女 劇中江雪寧衝進遊府救人的奈姆 其實是由芳瑩人生最關鍵的時刻 因為在上一世中芳瑩因為被壓進了水裡 徹底斷了氣 最後換了一個靈魂進來 是一個現代穿來的生意女強人 因此在上一世中芳瑩其實是一個穿越女 還非常的擅長做生意 但在最後被關在了皇宮中 江雪寧才因此認識了由芳瑩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的江雪寧 有點融合了由芳瑩上一世穿越女的設定 包含了如何做生意 為什麼會知道哪些物件值的投資 以及豁達的人生價值觀 都潛移默化影響了江雪寧 小說中穿越過來的芳瑩還曾說 啊真鳥不拉屎 還盡受氣的時代 誰愛穿誰穿去 小說裡江雪寧當時已經是皇后 心裡還有些差異 很久沒聽到這麼粗鼻的話 而在劇中江雪寧也曾說 皇后之位 誰愛做誰錯去 我不稀罕 從芳瑩所說也能夠看出來 穿越而來的游芳瑩其實非常不樂意活在這個時代 所以重活一世的江雪寧 突然拜訪游富 是一度很掙扎 要不要把快淹死的芳瑩救起來 因為她知道晚一點 救起來的就可能是那個穿越而來 精明不已的游芳瑩 然而小說中 江雪寧已經在心裡暗暗的發誓 這一次要做一個好人 所以還是提前出手救了這個 沒受過什麼驕育 又有點笨拙的芳瑩 也是因為如此 江雪寧沒能夠再見到那個 冰雪聰明淋漓的游芳瑩 卻也因此收穫了一個 會為她鞠躬盡萃的游芳瑩 不過小說中 也有寫到江雪寧看芳瑩的時候 卻像是透過芳瑩在看另一人 芳瑩還敏銳的察覺到了 所以在芳瑩心裡也留下了一點納悶 還有一點覺得自己讓江雪寧失望了 不過芳瑩現在小說中 後續還有一顆很大的洋蔥 也還沒辦法講到最好的芳瑩 看之後有機會的話再說說吧 就我目前看劇看到第26集 其實我覺得已經算是編劇 把謝偉真認的身份透露出來了 謝偉也覺得江雪寧應該要猜到了 不過勒 小說裡的江雪寧確實也不真的絕頂聰明 反而是因為重生 加上在宮裡和一堆陰陰陰陰攻鬥過 才練出現在的心性 如果你們也還沒猜出謝偉的真實身份 可以按影片章節跳到下下章 5 4 3 2 第二集時 謝偉就說過現在還不能把自己 和菸家的關係閒露於人前 而菸喉爺招人刺殺 謝偉奮不顧身的解救菸喉爺 在當時菸喉爺就已經猜到了 謝偉是真正的薛定妃 所以也才會在菸靈冠禮前 讓謝偉向祖宗們上香 我知道是因為我看過原著 所以可能比別人更容易察覺 但這段真的很好哭 更因為知道這一層關係 猴爺的所作所為就更顯得感人 我的印象中小說裡面 並沒有刺殺這一段 菸喉爺則是靠著聽說了謝偉說 自己滴水穿石 聚殺城塔 學情23年略有小城 才默默有了猜測 劇中謝偉提菸靈樹把家冠 只說了為人子為人帝為人少者 先行孝替順之禮 後可為人 劇中發現有意的人是張哲 而小說中則是江雪寧 李劇中原先說的是 為人子為人帝為人城為人少者 要行孝替宗順 但謝偉卻少了為人城以及行宗 其實那可以默默地看作是 謝偉模反的意志堅定 更不希望煙家替這樣的天子效力 劇中謝偉只要遇到了下雪 就會離魂症發作 實際上我真的忍不住吐槽 那個紅色眼影是不是畫的過分不自然了 讓我完全沒辦法入戲 突然很像置身在20年前的鬼片一樣 不過我覺得距離把這個設定改得不錯 我印象中小說裡的謝偉是 遇到下雪就會寒症發作 身體會變得很虛弱 所以有時候會需要依賴金石傘 小說中用的詞彙是五石傘 小說裡的皇帝神郎也會服用五石傘 所以身體變得很差 五石傘在小說中的解釋是這樣的 五石傘又稱為寒石傘 是可以用來抑制病人的 可是如果沒有生病卻服用的話 會提升趙樂 眼前一片幻想 大概就有點像是服用毒品 簡單來說就是古代版的毒品 劇中看起來謝偉也是身患寒症 所以才會需要金石傘來抑制寒毒 而嚴重時會發作的離魂症 感覺是會分不清楚自己究竟身處於哪裡 現實和幻覺交錯 感覺可以說是一個解離狀態 可能是創傷後壓力症 因為年幼時的那場劫難 那天又剛好是大雪天 又看見了貓 這些都成為他日後引發創傷的起因 小說中的旅險其實有很多展露頭角的機會 雖然沒辦法比上先知江雪凌 但旅險的生意手腕確實也很好 只是屢屢的敗在江雪凌之下 而近期揭露的劇情中 也和小說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在小說中旅險的確也是鍾情於幽芳燕 但可惜的是當時解芳燕藍眉之級的人 其實是發明卓銅景的認為制 距離改成了旅險 其實會有點感動 有種缺憾已聊的感覺 我也覺得距離這樣的改動更顯得合理一些 畢竟旅險算是很主要出場的人物 說到張哲我覺得有點難以下筆 因為我看原著時我真的很喜歡張哲 甚至後來江雪凌被謝偉打動都有點難以適應 張哲這個角色感覺在距離塑造還是差了一點火候 大概也是被看作是用來鋪成江雪凌成長的一個坎而已 但我覺得雪凌和張哲之間真的是比煙靈還要讓我感動 上輩子張哲一生親民 明明是一個朗朗君子 卻忍不住對燕妹的皇后動心 謹守界限一點都不敢愉悅 卻在江雪凌生死之際 以自己的一切舍身相護 要說虧欠 江雪凌雖然覺得自己愧對了燕磷 但燕磷在上輩子也回來討債了 唯有張哲 始終都將她護在身後 在小說中 張哲的母親並沒有像劇中這樣客人強勢 相反的還一度期待江雪凌能夠和張哲攜攜手相伴 然而張哲卻是一個重生魂 她帶著上輩是愧對母親、愧對朝廷 厭惡自己的情感而來 就如同江雪凌帶著一輩子的悔恨重生一樣 所以江雪凌愧對張哲 甚至張哲的好 可也明白上輩子的張哲肯定也恨過自己 若不是自己 張哲也不會落得不忠不孝不義的下場 因此小說中 兩人因為上輩子的過往太過慘烈了 害怕就算彼此生愛 也會因為過去發生過的悲劇而無法吸收 謝偉曾問過張哲對江雪凌是什麼情感 張哲則回應是 我愛重她 是愛惜是尊重 劇中謝偉對江雪凌所說的 遇見更好的遇到更合適的這段話 其實在小說中是張哲對江雪凌說的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沒辦法看到原著的這一幕被還原 張哲派應該都跟我一樣很郁悶 不過讓我更大悶的是 原著寫的是白瓷遊戲 不知道為什麼在劇裡要改成白瓷遊戲 雖然只差一個字 但整體的美感就差了不少 好了以上就是我最近追 林安如夢的一些感想和改編解析 希望大家會喜歡 雖然我很喜歡張哲 但我也很喜歡兇巴巴的謝少師 一開始追劇其實會覺得 謝少師好像沒有小說裡面來的那麼的腹黑 這幾集有比較像一點 就終於不再是臉很兇 但行動一點都不兇的樣子 總而言之越來越有我想像謝居安的樣子了 別忘了幫影片按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竹寧 我們下部劇見 掰掰